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 很多人对东南亚的私人岛屿感兴趣 今天就分享一座位于泰国的私人岛屿 Ranya Island Ranya Island位于普吉岛皇家码头以东三英里处 是泰国目前可供出售的最大私人岛屿 该岛坐落在一个人口密集的岛屿链上 距离非常受欢迎的普吉岛和椰子岛不远 从最近的城镇沉船只需十分钟便可到达 开发潜力巨大 占地110亿亩的Ranya Island形状酷似金鱼 被美丽的白色沙滩环绕 被郁郁葱葱的热带森林覆盖 极优越的位置使得该岛拥有360度的全方位视野 它以养殖珍珠农场 椰子树覆盖的地形和独特的海岸而为名 是安达曼海的一颗宝石 该岛目前已经有一定的基础设施建设 包括淡水、发电机和移动信号 它距离Bolt Lagoon Marina仅5公里 是初学者和高级露营玩家进行日常远足 或亲密露营体验的必选之地 岛上的设施包括海上独木舟 迷你高尔夫、山地自行车、排球、飞镖 和许多其他休闲活动设备 此外,这座特别的岛屿也已经成为 当地渔民最喜欢的目的地 1990年,一家当地公司成为该岛的正式所有者 并将其作为生态旅游业务运营 后发展为著名的珍珠养殖地 现如今,它以普吉岛珍珠农场的名义注册 并生产高质量的珍珠出口到世界各地 根据法律,外国人不能持有泰国的岛屿 大多数外国人在泰国长期租赁土地 租期可长达90年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一些其他方式获得合法所有权 并实现商业目的 不过泰国岛屿买卖有很多陷阱 无论如何你都需要专业可靠的法律支持 和房地产经纪人的服务 Raya Island靠近普吉岛 你有很大的机会来开发它 并充分利用过境贸易 同时你也可以在110英亩的土地上 建造自己的定制超级住宅 该岛拥有泰国最高级别房地产所有权证书 目前售价约为1.52亿美金 感兴趣的话欢迎私信咨询 我们下期见